皇叔独宠小王妃 第一章 她 重生了 阴暗潮湿的地牢里 两条粗大的铁钩以及快的速度 一寸寸穿过血肉 伴随着喷溅的鲜血 无情地穿透萧宇哥的琵琶骨 啊 她痛得惨叫一声 整个身子也悚然而立 剧烈的疼痛让她整个人颤立不止 深陷的左眼与脸上纳到如同蚯蚓般的疤痕 似乎变得更加的猙獰可怕 血顺着钩子巴搭巴搭往下流 染红了一地 站在她面前的三个男人 面对她的惨状 似乎都无动于衷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萧宇哥强忍着窒息的疼痛 艰难地抬头看向他们 他们一个是她深爱的男人 一个是她的哥哥 一个是她的青梅竹马 她不敢相信 他们会这么残忍地对她 千丝尘走到她的面前 哥尔 你不该逃的 福尔是你的姐姐 她从小生子就弱 而你的血进过百种神药 百毒不清 尤其死回生之功效 太医说了 用你这一身血换给福尔 她便能长命百岁 你占了福尔的身份那么多年 她从未怪过你 还对你那么好 你也不想她有事 对不对 她能长命百岁 那我呢 我就该死吗 萧宇哥望着眼前 这个深爱的男人 此刻却是那么的陌生 私诚哥哥 你说过不会负我的 她为了她尝尽百毒 久死一生 才练就了这一生百毒不清 却不曾想 如今却成了她 伤害她的借口 从始至终 我爱的人都是福尔 是福尔心善 不忍见你伤心 才逼着我给你承诺 可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萧宇哥心痛如脚 为了能跟她在一起 她甚至答应了她荒唐的要求 两姐妹共事一夫 她已退再退 换来的竟是这样的下场 可我根本就不爱你 兰昭国也不会接受一个 独眼带八的太子妃 绝情写满了那张层 令她痴狂的脸 可我的眼睛是你们 逼着我给了姐姐 这道八也是因为 救你而留下的呀 她的话再一次刺痛了 萧宇哥那颗千疮百孔的心 千丝沉撇开脸 不去看她 哥儿 终究是我对不住你 你放心 待她日我登基之后 便下旨追封你为贵妃 将你葬入皇陵 百年之后 我与福尔会和你葬在一处 到时候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她当真是把不要脸 诠释到了极致 丝沉哥哥 就姐姐的办法 有很多种 我真的不想死 萧宇哥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用生命来爱的男人 居然会这般对他 求生的本能 让他有了一丝恐惧 一旁的楚天其身 怕千丝沉会心软 变着急的催促 太子殿下 现在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我们能等 可福尔等不了 哥哥 我也是你的妹妹啊 当初你让我把眼睛 弯给姐姐的时候 你说过会照顾我 一生一世的 你怎能忍心如此伤我 萧宇哥望着这个曾经 亦对他百般爱护的男人 心痛不已 楚天其冷恨一声 眼神冰冷地说道 若不是为了福尔 就凭你一个不知 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种 也配叫我哥哥 你偷走了福尔 十几年的人生 也是到了该孩的时候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我偷走了他的人生 可那是我的错吗 为什么你们要把所有的错 都归到我的头上 原来他们对他所有的好 不过就是因为萧宇福而已 他将最后希望的目光 投向另一个男人 风哥哥你呢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他在心里祈祷着 可是宁峰接下来的话 却再一次将他沉入了谷底 萧宇哥福尔与我有救命之恩 你与我有什么 若不是知道你这身血 对福尔还有点用 我根本就不会多看你一眼 三个男人的话如同三把尖刀 深深刺进了萧宇哥的心口 这一刻 他尝到了身心剧痛的滋味 他从最初的希望到失望 再到绝望 可救你的人明明是明明是他 他们三人都曾是他生命里的光 可直到这一刻 他才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原来他的生命里从不曾有过光 原来他们对他所有的好 都只是为了今日 为了救他们心中的白月光 他的姐姐萧宇福而已 太子殿下不好了 我们家小姐晕过去了 这时萧宇福身边的丫头 安邻着急忙慌的跑来禀报 太子殿下不能再等了 动手吧 楚天琪和宁峰急急的催促着 哥尔对不起了千丝成拿出锋利的匕首 在他右手腕上深深一画 顿时鲜血全涌而出 顺着他苍白的小手流到早已准备好的容器里 萧宇哥想要挣扎 可是早已被废掉的双手连抬起来都不能了 他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右手 生命症快速地流逝 他觉得自己好痛好冷 他拼命地求他们放过他 可是声音越来越弱 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就这样死了吗 他好不甘心 若能重来一次 他定不会放过那些伤害他的人 啊 萧宇哥挥舞着小手 大叫着坐了起来 小姐 小姐这时一旁传来又惊又喜的声音 轻落萧宇哥望着眼前的丫头 一时竟有些失神 轻落不是被打死了吗 怎么会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 没有粗糙难看的伤疤 还是纤细洁白的模样 他立刻冲到镜子面前 摸了摸自己的脸 左眼还在 脸上也没有那道难看的疤痕 一切恍若隔世 上苍怜悯 他真的重生了 重生在了三年前 十五岁快要急机的时候 而此时 他还是萧家的嫡女 小姐 您终于醒了 轻落红着眼睛 又惊又喜冲出外面大叫 老爷 夫人 大小姐 小姐醒了 小姐醒了 顿时外面沸腾起来 紧接着萧宇服第一个跑了进来 一把就将萧宇哥紧紧地抱住 未曾开口 泪已先落下 哥儿 对不起 都是姐姐的错 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 早知道 姐姐就是拼死也要阻止你 若你出了什么事 我该怎么对得起爹娘 我多么希望当时摔下去的人是我 第二章 渣男出现了 明明摔伤的人是萧宇哥 可萧宇服却哭得比任何人都伤心 那梨花带雨的模样 让一旁的萧家二老都心疼不已 都围着他安慰起来 傻孩子 说什么胡话呢 你和哥儿都是爹娘的女儿 你们谁伤了 爹娘都会心疼 萧战对这个养女意识疼到了心坎上 萧夫人甚至还责备起了萧宇哥 哥儿 你平日也惯了也就算了 可你明知道你姐姐她身体不好 还要带她去那么高的山上 得亏摔下去的人是你 若是摔着你姐姐 那该如何是好 萧宇哥冷眼地看着这一幕 她记得前世就是这样 萧宇服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然后 所有的人 甚至是大夫全都被叫走了 只留下她一人独自在房里 好像他们都忘了她的存在 想到这里 她暗中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疼得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 娘说的是 都是哥儿的错 哥儿听说山上有吉祥草 吉祥草能治好娘的病 哥儿想让娘快点好起来 都是哥儿不好 不该带上姐姐让爹娘担心 应该一个人去的 边说边从身上掏出吉祥草 还故意遮掩了一下手臂上的擦伤 前世 她将吉祥草采回来后 因见萧宇服哭晕了过去 便将这功劳让给了萧宇服 萧家二劳以为是萧宇服采来的药 更是疼萧宇服到了骨子 一旁的萧战果然听出了不对 哥儿 你怎知吉祥草能治你娘的病 萧宇哥落寞的垂谋 这些年 女儿一直看医书 吉祥草的药性便是从一本古医书上看到的 你是说 这么多年来 你坚持要看医书 就是为了治好你娘的病 萧战大为震惊 他一直以为他只是贪玩任性 不愿做女工才看医书 却没想到 萧宇哥轻轻地点了点头 前世的他不善言辞 加上怜悯柔弱的萧宇服 所以事事都藏在肚子里 这一世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果然 萧夫人一听 顿时心疼的直抹泪 你这傻孩子 为什么不早说呢 娘都是老毛病了 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你说那个山那么高 万一摔出个好歹来 该怎么办 还疼不疼 萧宇哥笑着摇摇头 娘不要担心 哥儿不疼的 只要能治好娘的病 哥儿就是摔没了 也心甘情愿 胡说 娘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 哪能再失去你第二次 萧夫人抱着他 又是心疼 又是愧疚 一旁的王大夫拿过 萧宇哥手上的吉祥草 仔细查看一番之后 惊喜到 果然是吉祥草 夫人的病有望了 吉祥草平时一株难得 二小姐当真有心了 老夫这就去再开几味 中和的药 与吉祥草一起煎熬 定能将夫人多年的丸吉治好 有劳王伯伯了 萧宇哥将鱼下的吉祥草 都交给了王大夫 萧夫人一直都有可血之症 多年来要时不断 却未见好转 如今听说可以痊愈 众人自是开心 萧宇福看到爹娘都围着妹妹转 怕落寞的垂眸 原来自己始终都是个外人 心中难过 身子晃了慌 眼看就要倒下 幸亏一旁的丫头 及时扶住了她 大小姐 果然 萧夫人听到后马上走了过来 福儿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娘不用担心 福儿没事的 妹妹最要紧人的天性 都同情弱者 而萧与福又将 若柳福风演绎的淋漓尽致 自然是能博得众人的怜惜 什么妹妹最要紧 你们都是娘的女儿 你们都要紧 萧夫人心疼不已 娘 我懂医术 让我给姐姐看看吧 萧宇哥自然知道 这是萧宇福惯用的小伎俩 于是 装模作样的替她把起脉来 脉搏成文有力 根本就没事 果然都是装的 爹 娘 你们放心 姐姐只是受了点惊吓而已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萧夫人长舒了一口气 扶了扶萧与福儿的手 柔声道 福儿 你从小生子就不好 不许再瞎想 你和哥儿都是娘的心肝宝贝 快回房去休息吧 下月就是你们的吉吉之礼了 可不能病着了 是福儿告退 萧宇福盈盈有礼地退了出去 老爷 太子殿下来了 这时 下人来报 千丝成 萧宇哥诈一听到这个人 手下意识地握紧 该死的渣男 可此时 他并没有杀他的能力 只能硬生生地把所有的恨意都压了下去 杀了他们 也未免太便宜他们了 他要让他们尝尽他所受过的苦 福儿 我听说你们去山上出了事 你没事吧 千丝成冲到院子里 正好与萧与福相遇 这急忙慌地上前询问 思成哥哥 福儿没事 只是妹妹他欲言又止 柔弱的声音 总让人不自觉地怜惜他 一听到他说没事 千丝成脸上紧张的线条 顿时松懈了下来 没等他说完 便松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 你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萧羽哥冷眼望着他们 千丝成此时还是他的未婚夫 可此刻 他的眼中就只看到萧羽福 也只关心萧羽福 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死活 可笑的事 前世的他 居然那般死皮赖脸的贴上去 思成哥哥 你去看看妹妹吧 萧羽福小声地提醒着千丝成 参见太子殿下 萧站他们都赶紧上前行礼 不必多礼 千丝成大手一挥 阔步走到萧羽哥面前 看到他手上的伤 眉头唯唯一拟 哥儿 你没事吧 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萧羽哥不着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 冷冷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前世的一幕幕在眼前飞快地划过 这点伤跟他们欺他辱他 废他武功 断他四肢 铁钩穿过琵琶骨 手起刀落胳脉放血的痛比起来 算什么 千丝成正了阵 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暗存 平日这丫头被挣扎一下都痛得大叫 今日受了伤 按理说 他应该像以前那般扑到他怀里嚎啕大哭寻求安慰才是 他都已经做好哪怕 就是做戏 也会抱抱他的心理准备了 怎么不一样了呢 监制